好 请教那名誉 我们先把这个案情说清楚 是林姿庙地检署的起诉书 证明了他女儿是地下县长 这件事嘛 对不对 还有他跟杨极雄的关系 非常特别 那这是民间近几年来 其实都已经有传闻的 那他犯的这个 是起诉他的罪名 包括了贪污 财产来源不明 以及一个特殊洗钱罪业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唯一的说法是被政治迫害 那而且他坚持说 他要去登记参选 今天宜兰地检署 是这个蛮好大的 因为他光是起诉书 就一百多页 看起来是有备而来 然后当然是对 希望就是说 能够请求从众量刑 那当然这张新闻有讲了 就是有几个旧案子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就我们花了大半年 在讲说那个什么土地变更 他就跟他的这个亲朋好友 就有赚到这个钱 这个是大家讲了很久的时候 那今天比较新的部分 是那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哇这个非常的精彩 应该是说林芝庙 他其实他分两个时期 一个是他在担任县议员 跟罗东镇长的时候 就被警方发现说 他人头账户有三十个 超过三十个人以上 而且当时的不明金额 是来三亿多元 三亿多元 那检方有说 他后来当了县长之后 就感觉比较收敛 所以那个人头 就变成十个 可是来源这个财产不明的金额 也高达七千多万 那先算给大家听 就说其实林芝庙 他自己是申报 是说他当县长的月薪 是十五万 那加上他有房子出租 一个月收租三万 那以他的这样子的 总金额来看的话 你三年 你最多最多了 让你有八百多万 那你的户头里 怎么会突然多了七千多万 而且重点是 你找了这么多的人头 这个是第一个疑点 那第二个疑点 当然警方捡警 就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 就找到了巡线去查 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 叫做张桂林 张桂林是何许人员 是林芝庙的一个心妇 那他把他摆在县长室 当一个管理员 可是问题是说 这个张桂林 他本身薪水三万块 所以他自己本身的户头 就穷穷的 大概不到十万块 可是他另外一个户头 他竟然可以经手上亿元 有上亿元的金额 在这边流通 而且被警方还谴出说 他有一个账本 那个账本 大概从2014到2017当中 他就是有画叉叉 如果有画叉叉 就代表说林芝庙有经手 有认可过 就是有这些金流的来源 所以你看人也有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 政务也有 这是一个部分 那后来简井再追查下去 这个更精彩的来了 就是发现说 除了张桂林 是这个林芝庙 看起来是洗钱的 一个管道之外 原来林芝庙 他的其他的户头 这个人还蛮繁杂的 就上到有幼儿园的员工 有厨师 那其中一个最扯的是 一个建设公司的负责人 为什么说他很扯 因为检方去调查说 其实这个姓池的 还蛮有钱的 他其实建设负责 建设公司负责人大老板 蛮有钱的 可是他竟然把他的户头 只要借给林芝庙 他跟林芝庙讲说 你只要汇50万 我就要收你 一万五的手续费 蛮多的耶 你只要换了50万 你要给我一万五 要抽头 就用那个姓池的负责人 把他全家四个人 十四个账户 通通都借给林芝庙 算一算 这个还蛮暴利的 所以说说这个部分 是这个林芝庙 他这个财产来源 不明最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另外还有涉及洗钱 特殊洗钱 是 那后来这个还有 其中有案外案 就说其实林芝庙 在跟他的女儿 林逸玲 每次在通话的时候 他们就担心有人会监听 所以他们就是 用那个网巴卡 什么叫网巴卡 县长用网巴卡 对很夸张 就是你跟移工 就是我们有些外籍移工朋友 他们就是都用这种 义付卡来打电话 然后他就用300块 也去找这种 不知道是跟外籍移工买的 还是跟通讯行买的 就是用那个网巴卡 就避免被那种追踪监听 这其中呢 但是检警还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林逸玲 跟他妈妈用撒娇的方式说 哎呀我们虽然用网巴卡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也会被监听 那就是这个部分 也有被这个揭露出来 那另外最后讲一个 案外案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大半年 就是不是有一个 那个土地征收 就是事实上 有一个中性的地主 他的那块土地 照理说不应该是农用 而且他被列管 因为呢 你到现场去看 他故意伪装成 就是说他种几个芭蕾树 但是事实上上面堆了很多的土堆 那事实上你那一看就知道 不是农用 你农用你应该是中道 他就是假农民 那事实上那块土地 本来县政府就是把他列管 就是不让他变成农业用地 那后来中性地主 就找上了林滋庙 那林滋庙呢 就透过建设处的代理处长 吴曹琪嘛 就去搬神弄鬼 就是要把他的土地 他就教他嘛 就说那你就是去找一个土方的证明 什么什么的 然后还跟他讲说你那个文件啊 你要把他这样捏捏捏捏捏 让他感觉是旧旧的文件 然后后来他的女儿更是伸手 就是伸手把这个所有的一级主管 叫到官邸去 然后就是特别指示说 要让这个中性的地主 让他土地可以变更之外 还免收他112万的这个土增税 好那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今天简帮侦查的重点 就后来为什么 出了这个案外案呢 因为中性地主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感谢 感谢这个林芝庙 因为这个吴曹琴后来被抓到收押之后 他有坦承 坦承是林芝庙教唆他的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证据缺少 人证也有了嘛 那中性地主 在案外案是说 中性地主为了感谢林芝庙 他把他在罗东 有一个这个光荣 光荣这个路的一个土地啊 就给了林芝庙 做他2018竞选县长的这个竞选总部 那你而且林芝庙后来花了200万呢 就把他变成一个豪华总部 那照理说你选完了你这个竞选总部是不是应该把他拆掉拆拆拆拆呢 那没想到林芝庙没有拆 还去给韩国瑜 他没有拆 然后就一再申请申请展研展研展研 就后来就一户拆 2018展研两年到了2020就给韩国瑜接收去 因为当时林芝庙他是宜兰县长嘛 然后也是就是那个韩国瑜最大的那个竞选总部的那个总干事嘛 所以他就把这个竞选总部又给了韩国瑜使用 都在他家就让他又又赚了两百多万的这个人家说是工程的这个获利款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他的这个金流第一个非常奇怪 第二个就是说他透过这种土地很复杂的关系让他自己货 最正确凿而且疑点重重行这个不太可能是完全的无罪吧 因为当时他说那种如此的话 绰盲 打 绰盲 Perry